資料會填錯的地方 怎麼寫1這邊點兩項 2的話在這邊寫什麼呢 幫我把那個東西 那個剛剛那個儲存那個文字方塊叫TEST TEST BOX你打小寫沒有1 點它裡面的資料叫TEST 放到哪裡呢?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 把 資料放到哪裡就是後面的資料放到前面 這個是規則 我們要記一下這個前面我們寫過 放到哪裡呢?放到這個儲存格這個儲存格叫什麼? 叫Sales 第幾列呢?第8列 豆點哪一欄呢? A欄就可以 幫我把那個TESTBOX1裡面的資料 把這個1裡面的資料 幫我放到這個儲存格 就這樣寫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那未來當然呢 底下還有什麼123總共有4個嘛所以你就複製這個 然後這邊把他 再把他複製 這複製 複製這兩個一起 OK 然後變成了 把這邊變成了 應該會吧 A B C 小大小 D 然後呢 這邊就1234 OK 反正一個蘿蔔的坑 把那個TESTBOX1234裡面的東西 放到ABCD裡面去 OK 但問題來了 可是問題啊 如果你現在填了 是放在第8了 但問題如果第9怎麼辦 第10怎麼辦 永遠都放第8那第9不就沒有了 一直蓋蓋蓋 那就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那個位置會改變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多一個變數 變數怎麼產生 那個變數 基本上我們可以叫R 這個名稱可以自己取 之前我們有用過其他名稱 用 I J ABC 都可以啦 只要名稱不要很奇怪就可以了 等於什麼呢 我這個 數字應該是根據什麼 向下追蹤到的列把它加1 所以你可以用之前寫過的那個向下追蹤 如果你忘記的話可以 可以參考一下之前的 從A1這個儲存格 不過記得A1裡面有東西喔 我有把它補兩個字喔 姓名喔 你如果沒有補的話自己補一下 點AND AND是向下 哪一個方向 向 XL down 就是 向下 我之前解釋過了 Ctrl向下 去抓到什麼呢 它的那個列是哪一列 就這樣子 把它加1 為什麼加1 因為是下一列 OK 因為它追蹤到只會追蹤到7 那應該從第8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加1 這個好像在那個 我上禮拜有跟各位分享那個大樂透那個 範例裡面也一樣喔 所以其實不管簡單或複雜的 案例 其實都會用到類似的技巧 OK 然後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R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 分別就是改成R 第R列 所以呢 將來如果右向下追蹤的話 那我就 OK的 所以特別之余 這個意思是說幫我把它追蹤到然後我把這四個東西呢 來幫我填進去 好了之後你把它執行一下 這時候我們來填填看喔OK 這個時候我就填AAA好了 Enter 它會跳下一個 85分 96分 74分 最後呢 按新增看會不會成功 特別之余把這個叫Tastebar1裡面的文字放在這裡 一個蘿蔔的坑 新增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 這四個有沒有 他就幫我填到哪裡 填到這邊來 成功 OK有沒有 那再來的話 當然目前是沒有還沒完成為什麼 因為 可是問題老師這三個 裡面空的 那應該要怎麼樣 可不可以幫我自動完成呢 其實當然OK啊 那什麼 自動完成最簡單 我先把這個關掉 你可以看到